娜姆就退休了 首先 在評論娜姆 和回顧娜姆的 職業生涯之前 我想問一問大家 大家覺不覺得 驚喜呢? 娜姆 他現在退休 為什麼會這樣問呢? 你不覺得他還很年輕嗎? 他現在 33歲 2005年就開始踢 這個是最高水準的足球 2006年就 起朵 2008年就入了他職業生涯 在國家隊最重要的 入球 2014年就拿世界杯冠軍 2017年 就退休 大大話說職業生涯 他就說他15年實在 在最高水平的足球只有12年 你不覺得他退休 你不覺得他退休 我們看 傑斯踢到40 是不是? 有很多 隊長級 靠整體意識 和足球智慧踢球的球員 其實是可以踢得很久的 可以踢得很久的 那為什麼南武這麼早退休呢? 那真的呢 我只可以和大家猜一下 但是 只可以猜一下 那 他說他退休的理由呢 就說他受不了 就是 覺得自己呢 那個感覺 踢不回最高水平 這些是 官康的說話 那就是 這個 他就 在這個 第五百場的時候 就是 踢敗人 第五百場的時候 就說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就是宣佈退休 那 那究竟呢 我覺得 南武為什麼這麼早退休呢? 其實你問我吧 就是 如果他說 他那個速度 沒有辦法再踢 這個呢 是閘位 是不是? 那他踢防中都可以的 那以往 新尼迪啦 Jayson Jayson 那他都是 從閘那裏 變成打防中的 還可以打到很大年紀 就是 拿歐洲聯賽冠軍會冠軍 那就是 為什麼拿武 他不敢去換一換個位呢? 是不是? 喏 這一點呢 其實我在一四世界盃 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拿武 他打防中呢 其實是一般的 為什麼呢? 拿武 他踢防中的時候 他必須要 是 hold ball 控制中場節奏 還有呢 是 派牌 那這幾樣東西 其實呢 他做得都不公整的 做得都不具體的 很多時候呢 都是有全失波 或者時機不配合 或者是 處理得比較慢一些的 那尤其是 這個是中場 和這個踢襲的 很大分別就是 你的走動範圍是不同的 踢襲呢 你只是負責前前後後的 但是踢中場呢 其實是需要 左左右右都要走的 還有呢 就是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他所付出的足球智慧 是要更加多的 好了 既然那個要求 那個整體意識 和足球智慧更加多 而南武在這方面做得不好 那 是不是就是說 他說 他在執行各個位置上面的能力 其實就 沒有這個是 Jayson尼迪這麼好呢 這一點呢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但是很有趣 哥迪奧娜就曾經讚過他 就說 他就是 職業 就是哥迪奧娜的執教生涯裡面 南武就是他見過 是最聰明的球員 那是不是因為這一句說話 就是 令到南武有一種 沒有辦法下台的感覺呢 就是當他沒有辦法 很工整 很高水平地 執行這個防中的位置的時候 他又覺得 如果自己的速度不好 踢不回閘 要真的完整整去 踢這個防中的時候 而開始在職業生涯裡面犯錯 引致到呢 是職業生涯的表現下滑 甚至是蒙上污點 他看到這一部分呢 他能夠有這種軟件 看到自己會下滑 他不夠膽再在最高水平的足球上面 繼續是犬馬功勞呢 這一部分呢 這一點呢 就是我的估計 對啦 但問題就是 的而且確 如果拿武 如果不再打閘 打防中呢 他的表現是真的會下滑的 即是當年蘇米糕 即是他還沒拿三冠王 但他感受到自己呢 是有問題 其實他已經很早 在曼聯的時候 已經說 是要走了 是要走了 那幸好呢 他後來拿完三冠王才走的 那叫做是最高峰的時候離開 但是就是這樣啦 即是當那個球員 其實他感受到自己有問題 而其實當一些可以說 很高水準 也都是人家 是稱讚到 是天上有地下無的人的時候 其實當他是作出犯錯 或者下滑 其實他是反而是很對不起自己 他是捱不住那種壓力 那很多人呢 就是選擇呢 是離開的 那沒有我 猜啦 但是我相信啦 他是有這種這樣的感覺 有這種這樣的感受 即是當年李小龍也是的 即是李小龍 他當然是萬人景仰 他操到自己很fit的時候 其實他在最fit的時候 都曾經說過一句說話 就是他曾經在街上 見過一個老人家 走路是 是用拐盡 走去看的 走得很慢的時候 他都和他身邊的人說 說我不希望 我說絕對不希望 我遲些就像他這樣 結果李小龍是沒有需要 像這個阿伯那樣 李小龍呢 是很年輕的 死了 這個就是宿命 說到退休時機這一部分 南武在五百場說退休 其實球員來說 如果在季中說退休 對球隊反而會有些效果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在季中退休 整隊球員會很想幫這位明叔 或者幫這位好的前輩 是拿一屆冠軍寬送去退休 好投好味 所以有時候如果一些老隊長 或者是老球員在季中宣布退休 反而刺激了球隊 或者整隊球員 上上下下的職球員 或者球員是努力去為老前輩 老人家努力的 所以球員來說在季中說退休 其實我覺得問題不大 甚至有些好的幫助 但是如果一個教練 一個教練在季中退休 其實就是有問題的 當年費格遜也曾經說過 他人生中做過最大的錯誤 就是曾經試過在季中說退休 結果球隊在那一屆是沒有了冠軍 因為為什麼呢? 教練就是整隊的精神之處 如果教練在季中說退休 那些球員其實就是想定下一季去哪裏 或者下一季還踢不踢曼聯 就是這樣就會令到球隊下滑 所以那一季佛格遜出事之後 其實他覺得很對不起曼聯 所以是繼續教下去的 結果呢 去到最後一年呢 他發現曼聯已經很穩定的 拿了英超冠軍 他才說退休的 所以呢 教練和這個球員 在選擇退休的時間 是有所分別的 這一部分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那又說拿武了 拿武呢 這個球員呢 當然呢 我們最深刻就是他起床的球入球 就是2006年 2006年的世界盃 德國主辦 第一場球對哥斯特尼加 他那個呢 是右腳軟射呢 是響這個響袋 響這個網頂的袋位 那就是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其中一個我見過 最精彩的世界盃遠射入球 那這個拿武就是那一刻起床了 那我知道 德國又出了一個呢 是非常強勁的 是集位球員 那當時我們都會 第一時間想起 七四年呢 其實這個是冠軍的功臣 西德冠軍功臣 這個北列拿呢 又是一個很強的左閘 那這個是90年的世界盃冠軍 德國這個是左閘 布林美也是一個強勁的左閘 那這三個人呢 其實分別都各有長處 布列拿呢 就是一個十二碼專家 還有呢 他一個身形速度都是非常之好 軟射腳頭就是最重的 那布林美的特點呢 就是左右腳都能夠射球 那就是 拿武的特點就是 他插入禁區的時機是非常之成熟的 還有他左右腳都是不錯 那當然以右腳為主 那當然他的入球能力 射球能力呢 都不下於兩個前輩 那拿武呢 只要這樣講呢 就是他的身形呢 是兩個前輩來講呢 他是比較上是最差的那個 但是速度當然是不頑皮的 這個球員 那當然講的是他正直的時候呢 那去到呢 就是他入球 就是最重要的入球 就是我認為是2008年 這個歐洲國家盃四強 送這個德國呢 在臨完場前呢 是淘汰土耳其 送自己的國家入決賽 那球球 那當然他插入禁區的時機 和他選擇射近處 是一個非常之妙的選擇 那這一個呢 就是我認為是他職業生涯最重要的入球 那去到呢 就是世界盃到最後呢 就是當然他很具體的 就是踢回這個呢 這個是防中 但是他也是表現得不好的情況下呢 就拿了這個世界盃冠軍 其實他之前一直都是 給出呢 他是最佳的 這個是職業生涯的水準 去給德國的 但是德國都拿不到這個世界盃冠軍 直到呢 他踢一個自己不是很習慣的位置 而且他表現得不好的情況下呢 就是德國是拿了世界盃冠軍 那當然很大的理由就是 因為德國在2014年的時候 是人才背出啦 而其實之前的時候 德國其實那個人才呢 是不夠2014年好的 那這一個呢 就是我回憶回這個拿武 他一個是職業生涯上面的一個評估 但是估物論怎樣都好 就是你問我呢 其實如果給我是拿武呢 其實都可能會考慮退休的 雖然真是年紀真是 還是幾年輕的 33歲 但是如果你真是覺得自己捱不住 或者呢 你看房中的時候呢 真的會出醜 這樣的話呢 作為一個這麼高水平 一個可以說是一個 殿堂級人馬 如果要去到年尾才來入花槽呢 的確是一件壞事 不過其實作為球迷來講 一個球員 就是一個這麼經典的人 這麼年輕退休呢 又是有些可惜的 所以第一天提到 球迷來講呢 就是有些可惜了 作為他來講呢 其實是一個解脫 那一天 如果你打算 然後就去抓住 一蝙眼 你會給它